有憑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今年我們有幸得到 哥斯達尼加華人華僑華裔協會會長 翁徐勇女士來訪巴勒曼的龍洲賽 讓我們一日訪問翁女士 了解他此行的目標 很開心能夠和Franco 因為我們在哥斯達尼加都見過面 我上次的影片 我看到他扮過龍洲賽 扮得很成功 所以這次他們特別跟我來 看看龍洲比賽 我們亦希望哥斯達尼加 有這個機會,把龍洲帶去哥斯達尼加 我見到 中南美洲來說 我們這個橋社的發展 除了巴勒曼之外 哥斯達尼加的發展也很豐盛 今時今日,我想很多 華僑朋友都在不同行業 都有出色的表現 在這方面不知道你怎樣看法 我們其實哥斯達尼加 華僑的歷史很柔軟 今年已經是161年 我們的華僑華人 華裔在哥斯達尼加都很豐盛 很多華裔甚至是做到 比較有成績的表現 還有我們的老華僑 在商業上也都得到一定的成就 我們在哥斯達尼加有華裔 是世界有名的 張福林上過全世界上太空最多次數 我們還有很多不同行業的精英在 所以我想我們的華僑 在哥斯達尼加都是有一定的地位 經過多個小時的賽事 終於到達了班長儀式 讓我們現在認識下個得獎隊 插隊 插隊的嵩子 插隊的嵩子 好 好! 雖然我們當日一早道場開始拍攝 到5時才收隊 但今年主辦單位安排了很多新的康樂設施 和賽程安排得很緊湊 令道場的朋友一點都不覺得悶 最後我們在這裡再次祝賀主辦單位 和希望他們明年再接再來搞得更好